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暗箱浮动 需依托 靠修养 方能呈现 颜值可以美容 但掩盖不了本色 气质可以塑造 但脱离不了本性 心有境界 行则症 富有诗书 气自华 精神长相是一种看不到的能力 这个能力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力量 言而荡 知也 目而荡 意知也 语言最能暴露一个人 恰当的时候说话是智慧 沉默恰当也是一种智慧 知道怎么说话 知道何时说话 知道不乱说话 是一种了不得的软实力 紫晴问墨子 多说话有好处吗 墨子答道 苍蝇 青蛙 白天黑夜叫个不停 叫得口干蛇皮 然而没有人去听他的 但你看那熊鸡 在黎明暗时提叫 天下震动 人们早早起身 多说话有什么好处呢 重要的是 话要说得切合时机 我们常常评价一个人青山高很会说话 其实正是因为他懂得在适当的时期 说适当的话 既不让他人难堪 也显得自己大方得体 你越会说话 别人就越快乐 别人越快乐 就会越喜欢你 别人越喜欢你 你得到的帮助就会越多 你会越快乐 人生是由你的一言一行沉淀组成的 你怎么说话 决定你是谁 甚至决定你过得好与不好 寇为福祸之门 懂得谨言慎行 照顾他人感受 才是智慧之局 在朋友圈看过这样一个段子 性格写在唇边 幸福露在眼角 站姿看出才华气度 步态可见自我认知 表情里又近来心境 眉宇间是过往岁月 衣着显神美 发型表个性 职业看守 修养 看教 一系列的观点看起来有些绝对 却也有道理 到了一定年纪 形象里就带着你走过的路 读过的书 爱过的人 历过的事 哭过的泪 和洒下的汗 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好看 总有人越来越好看 为什么不能是你 好看不只是肤浅的漂亮 更是举止端庄 待人谦卑 谈吐优雅 所有的经验 都来自长久的准备 很久以前 有一个手艺人 手艺娴熟 很多人上门买雕塑 但他又和其他人不一样 喜好雕妖魔鬼怪 有一天 他照镜子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相貌 变得很丑 不是五官发生了改变 而是整个面相 凶恶 丑陋 古怪 后来 他到一个寺庙里 找方丈求助 方丈说 我可以给你治疗 但你必须先帮我雕刻 一百尊观音像 于是 手艺人就开始不断研究 观音的神情 德性和表情 有时 甚至到了忘我的境界 半年之后 他把面目慈悲宽容的观音 雕塑出来 急忙去寺庙 对方丈说 请您务必 帮我治病 方丈拿出镜子 笑了笑说 你的病 已经好了 他才发现 自己的相貌 已经变得正气 端庄了 一个人若是热情洋溢 总是面带微笑 到老了 脸上的纹路 也都是慈眉善目 如果一个人 长期不笑 面目表情僵化 越老 显得越可怕 越没有亲和力 这就是所谓的 相 有心身 到了40岁 你就必须具备于你的年龄 身份 社会地位相适应的 言谈举止 和精神面貌 日本文学家 大宅壮一说 一个人的脸 就是一张履历表 你内在的素质 内在的修养 决定了你外在的形象 和风貌 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你前半生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 无形中都在改变你 后半生的长相 六祖谈经上说 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 心田上拨下善良的种子 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 曾子曾说 人儿好善 福遂未至 或其原意 这是一个边缘的山村学校 食堂的伙食糟透了 整天萝卜白菜 而女老师的身体很弱 她经常到学校旁边的小山村 去买鸡蛋 卖主 是一个年过花价的老太太 叫她说个价 女老师说 五毛钱一个 其实 女老师家乡的鸡蛋 是四角五分 她看老人 没儿没女 靠卖鸡蛋养活自己 于是多给五分钱 奇怪的是 老太太既不讨价 也不还价 这种买卖 就这么定了 一段时间之后 女老师觉得老太太实在可怜 又提高了价钱 一个鸡蛋 五角五分 这回老太太 却不肯提价 但女老师坚持提价 才终于接受了 那天 女老师又去买鸡蛋 正碰上一个蛋贩子 跟老太太讲价 蛋贩子出六角一个的价 要把蛋全收走 老太太不肯 蛋贩子说 这个价够高了 山里都是这个价 老太太说 不是因为价钱 而是这些蛋 要卖给那位老师 人家那么远 到我们这里来教书 又那么瘦 我希望她胖起来 在这个小学里 长期待下去 孩子们需要她 女老师待住了 原以为自己是施主 想不到真正的施主 是老太太 生命是一种回身 你把善良给了别人 终会从别人那儿 收获善意 一直善良下去 只问自信 不问得失 一路芬芳 已在你的身后跟随 在这个分杂的社会 我们要生存 就必须要和人事打交道 在这个过程中 把握好尺度的同时 也要保留真实的自我 也就是所谓的 知事故 而不是故 苏氏在63岁 穷困潦倒之时 还写下这样的诗曲 寂寂东坡 一并温 白须消散 满双风 小儿勿起 朱岩载 一笑哪知 是酒红 先说自己衰老 又借小孩子之口调侃 酒后的潮红 被误认为脸色红润 用自嘲 来排解 晚景凄凉的诗意 一个人 未经事故 容易在逆境中沉沦 也容易 可以待人 而饱经事故 而不事故的人 见过生活灵地 依然 内心相乱 周国平在《灵魂只能独行》里说 许多人所谓的成熟 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 变得事故而实际了 那不是成熟 而是精神的早衰 和个性的消亡 真正的成熟 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 真是自我的发现 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 蔡根坛有句话 处事让一步为高 退步及进步的章本 待人宽一分是福 立人是立己的根基 为人处事 遇事都要让一步的态度 才是高明的人 因为让一步 就等于是为日后 进一步 留下了余地 待人接物 抱宽后态度对人 才是有福的人 因为给人家方便 就是日后 给自己留下方便的基础 古希腊哲学家 苏格拉底才华横溢 智慧过人 可当人们赞叹 他的学识渊博士 他却谦虚地说 我唯一知道的是自己的无知 马克吐温 又一次去一个小城 临行前别人告诉他 那里的蚊子特别厉害 到了之后 正当他在旅店登记房间时 一只蚊子在眼前盘旋 这使得职员尴尬万分 马克吐温 却满不在乎地说 跪地蚊子 比传说中的不智聪明多少倍 他竟会预先看好 我的房间号码 以便夜晚光顾 饱餐一顿 一句话逗得服务员 不禁哈哈他笑 结果 这一夜 马克吐温睡得十分香甜 原来 当天晚上旅馆全体支援 一起出动 驱赶蚊子 免得这位受人欢迎的大作家 遭受恩宠叮咬 君子如玉 让人舒服的人 就好像一块温润的美玉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就像听一曲 舒缓的音乐 品一杯 唇厚的热茶 看一朵花 静静地开放 让时光如流水般 甜淡肃静 奥黛利赫本 被誉为女神 不仅仅因其貌美 貌美得很多 并不能被全世界的人记住 也不是因为学历 比她学历高的 比比结识 但她用她的一生诠释了 精神长相这个词 她在遗言里这样说 若要优美的嘴唇 就要讲亲切的话 若要可爱的眼睛 就要看到别人的好处 若要苗条的身材 就要把你的食物 分享给饥饿的人 若要美丽的秀发 在于每天 有孩子的手指 穿过她 若要优雅的姿态 走路时 要记住新人 不止你一个 这就是对精神长相 最好的解读 一个人真正的资本 不是美报 也不是金钱 更不是学问 而是自带的 不会随着岁月变迁 而消失的 精神长相 好了 今晚的分享 就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 本期的读者 如果您也喜欢 今晚的文章 可以随手转发到 您的朋友圈 或者在文末 点亮再看 也可以在文末留言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 更好的读者 我是杨子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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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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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